To be it or not to be it 這是一個千國難題 生命為了活下去 為了吃 或是為了不被吃 總是會進行各式各樣的努力 多一個本事 就是多一條深入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玉芯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主題吧 這個有用到連人類戰爭都會用到的基本 是生物之間生存戰爭的基本智能 我們來看看這幾種分類 第一種 環境擬態 這是最常見的擬態模式 幾乎啦 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生物 還沒有經過人為鱷魚花色的特別選域 大多數都是環境擬態 這同時也是大自然真正的鬼斧神功亞 第一種 三角枯葉蛙 為了不要剛剛長大 就提前殺青 它變成了一片葉子 正式展開它的夜市人生 它拿腳椎型的上眼皮 是不是有幾分夜間的神韻呢 還是因為它其實是夜間物的 由於原生環境是潮濕的枯葉落葉堆環境 很特別的是 就算是同樣環境下生長的個體 體色還是會有些許的不同 甚至是為了達到更加擬真的模仿環境 每隻蛙身上模仿枯葉的突起部位 還會有不一樣喔 第二種 楓葉龜 又稱為馬塔石井龜 它是一種大型水龜 成年個體大約35公分到45公分左右 不過也曾經有超過50公分的個體被紀錄到喔 它是一個喜歡在水下等待機會的伏擊掠食者 將自己演化得像浸泡在水中的枯葉來欺騙小民 一天爆肚子 塞塞自己的小牙縫 比較簡單粗暴的分類方式 叫紅的個體 也稱為楓葉龜 而體色叫咖啡色的個體 則是叫做枯葉龜喔 第三種 巧克力飛船 通常生活在泥碳沼澤或是被腐朽枯葉枝木 這些會釋放腐酸質和一些化學物質所污染的水域中 在這酸爽的黑水和域中 為了不被找到 只能努力讓體色變得和環境類似 再用身上的條款來模擬光線或是水中的枝條 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形如同一瓶葉子 穩定地漂浮在水中 其他飛船像是巨人血般飛船 諾比飛船 塞拉巧克力飛船 體色最鮮豔的則是韋蘭提飛船 一般都是公於擁有雄厚的外貌資本 來跟同性爭起鬥驗 韋蘭提飛船卻是母語瘋狂地為自己畫上 直春秀RD163 苦葉魚也是環境以太的各中好手 天敵諾妖是素食主義者 我想這三菜一湯 他肯定也是其中一項 第四種燕子魚 緊接著又是一隻亞馬遜容易的地方霸卻 顏色都是銀色灰天色 或是咖啡色為主的大地基調 他便皮的身軀隱藏著一項特殊能力 不管是面對空中的掠食 還是水底的侵略 極限天的身形 有著明顯的漆敵效果 也是另一種擬態 若不幸被攻擊 甚至會展開雙翼 飛向宇宙 浩漢無垠 第二類型 背飾擬態 說話說得好 打不過我們就加入 在同一漆敵裡 溫柔無害的生物為了在性惡的社會中存活 它會逐漸演化 逐漸武裝自己 變得與有毒物種或者是難吃物種的外型類似 讓天敵難以辨別 藉以躲避天敵的攻擊 舉個例子 擬太章魚 這其實是一種大種類 會擬太環境 也會擬太環境中的有毒生物 最常擬太的是海蛇 最初張開序幕的瞬間 章魚挖洞 將其餘的肢體隱藏於地表之下 緊露出兩隻觸手 擬擬海蛇的舞動 以嚇退父親對自己有威脅的生物 通常嘉義 可以被控制的擬太 雖然先天的基因會先決定大部分的體色 但是一部分的生物 小時候會隨著環境的顏色深淺 來輕微地改變自己的體色 例如色香龜或是果喝龜 這類蛋龜的幼體 會隨著生長環境 體色有些許的變化 就像我小巷這對可愛的小朋友 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隻是黑的 這隻是白的 是怎麼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來配置環境 培育自己家裡的小朋友 甚至我聽說過 蛋龜姐某個大佬 他把自己的小龜養成了斑馬紋 生長的紋我還是沒拍到 這個好像比較有 對 因為它是淺色的 所以它生長會比較明顯 這是深色的 它生長會比較明顯 大凡月光燈與月光鼠 大凡月光燈與月光鼠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喔 它們就像非洲上的斑馬與長頸鹿 在掠石者的眼中非常的神視喔 哪裡神視? 可能是 一個是七耶一個是八 因為獅子和豹都是色盲嘛 大凡月光燈 喔不 我們現在應該要稱它為 大凡月光燈 身為弱勢群體 它們兩種魚 常常會聚眾行動 只有較弱的個體會被捕獲 降低被整晚打包帶走的風險喔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吧 萬眾矚目的影片中頭戲就來了 這次的獎品是 只要你有留言加訂閱曹瑩 就有抽獎機會啦 還不趕快手刀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開啟了耶 我是玉星 A星曹瑩水族 Let's see you next time 再見 再見 好 請到 Commun 잘� dead 蜃蜃蜃蜃蜃 被接了 也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